吹哨的启示 第一个是不是我们谈一下 就叫做吹哨的启示 我们知道在去年年底 是李文亮医师 他看了医院的一个报告 有七个人染了类似SARS的症状 对吧 他就把它写出来 那写出来之后 当然就开始接受了约谈 到后来自己也得病了 他在他的个人的 那应该是微博写上 他说等康复了 我要再回到医院去帮助人家 对吧 但是最后他不幸去世了 因为他被约谈之后 他又写到 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 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好那从李文亮的这个故事 这句话是叫做 不以善小而不为善是善良的善 不要因为这是一件很小的善行而不值得去做 李文亮他也是一个上班族 他做的这件事情 其实有很可能是去改变或影响 整个社会跟整个世界 但同样的 我们要谈谈我们经营者 我们的经营者 如果有从李文亮身上学到 如果我们不能够去鼓励 上班族他们有这种态度的话 你想想 我们的损失的大小是无限大的 像我们公司如果是跟我开会 今天你讲话的一定要讲反对的话 不是反对的话就不用讲 节省大家的时间 因为如果说我讲的认为对的 其实怎么样 总白讲 但如果你讲的是反对的话 起码我还有可能怎么样 多一个思考的机会 那第二个我想这个分享的另外一个故事 是大安森林公园的启示 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有一天在大安森林公园慢跑 然后跑到一半的时候 居然给一对夫妇给拦下来了 其中的那位爸爸就跟我讲说 他的女儿是留学的 读的是运动行销 整个运动产业都停下来了 也没有人在找人 所以这对父母就担心 他的女儿工作的是 这个女儿如果他代表是现在进入资产的这个族群 也都会是他们会面临到的问题 我跟他提起来 台湾不是刚好是全世界第一个职棒开打的吗 他是不是可以把台湾这个事件 开始去想象 他运动行销可能要怎么去包装他 怎么去行销他 把它写成行销的提案 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真的是开一家运动行销的公司 有两个人来验证 一个是写这种叫做real case的 一个只是标准的履历表 你想我会害人哪一个 那这个单身公司的启示 如果把它萃取成一句话 你要先有那个样子 才有那个位置 第三个启示叫做口罩的启示 你戴上一个口罩代表什么 你尊重别人嘛 勿以恶小而为之 不要因为怎么样戴一个口罩 这种小事情 你会觉得不方便 你就觉得这种事情太小 其实你戴了 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你尊重别人 所以尊重别人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在这个疫情 人际关系变得比较诡异的时候 我认为这是起码你能做的事情 举手之劳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